基隆地區之前是有消防車要出勤的時候 結果平交道 結果柵欄剛升起來幾秒鐘 又再一次的放下 撞到消防車的車尾 導致斷裂 但事後 消防分隊收到了罰單 原因是強闖平交道 也當時開車的消防員 也被調控了駕照 那分隊就表示了 當時是要執行勤務 並非是惡意闖越 將會提起申訴 這案升起車輛依序通過 消防車跟在後頭 正要通過平交道 但是車尾來不及開過去 柵欄立刻放下 應聲斷成兩半 消防隊員當時忙著出勤 時候卻收到這張罰單 9萬元罰還 理由是強闖平交道 開車的消防隊員 還被調扣駕照一年 以及收到公文 要求賠償南崗毀損3500元 讓他們傻夜又無奈 我們是屬於在 執行勤務的過程中 而且我們同仁也 並非惡意的 在闖越平交道 機動消防局暖暖分隊上個月二號行經暖暖平交道 分隊長表示火車通過後 自然升起不到十秒鐘又有一輛火車要通過 消防車長達約八公尺 完全來不及通行 自然就已經放下 導致碰撞斷裂 10點28分23秒的時候 貼近局則表示只要平交道警示鈴響起閃光耗直亮起或是折斷人放下 車輛人通行就是強闖平交道 而且消防隊當時並未執行緊急勤務 消防車警示燈也沒有開啟等原因才會預告發 不過消防分隊還是對交通裁罰有疑義後續將提起申訴 記者傳訊陳立峰 七龍報導